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文 原判決關於蘇炳昆無罪部份 就是背訴搶劫而故意殺人 這部份檢察官的上訴撥回 宣發表屁 請 本屆金本合庭調查審理結果 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蘇炳昆先生 有參與新竹市金瑞珍銀樓的 搶劫而故意殺人的犯罪行為 雖然他曾經遭判刑確定 但是他是被冤枉的 造成本屆司法冤案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 警察機關急於破案 便宜刑事不當取共 導致郭忠雄做出不實的公訴 第二個 檢察官沒有善盡 偵查主體的責任 對警察機關所移送的券證資料 照單全收 並且草率起訴 第三個 本院的前審 以及最高法院沒有落實不罪對立原則 對於本件相關證據的任意性 以及真實性都沒有詳加調查 造成冤判 以上 犯案的疏失 導致 蘇炳恢先生 被冤枉 保受監牢 長長三十二年 本院 在此 要對蘇先生 你這段時間來 所受的苦難 表達同行 跟不捨 蘇先生 你的委屈 以及苦難 會換來 進一步的司法改革 我們會從 你這個案件 去汲取教訓 以以為界 更加落實人權的保障 阿滩 ... 蘇打哥也要勾到 適應已經 孫平也來了 來 蘇打哥 coinvi명이 inging 蘇娜,蘇娜,蘇娜跟她兒子一起照鏡 欸,妳有拿划嗎? 來,我們這邊 蘇娜哥的孫子現在 跟著蘇娜哥來跟我們開律師團會議 跟著開庭 現在高中之後 不知道這件案子 會造成他 會影響他如何 我先祝 今天是 今天 就是父親節,大家快樂 其實 我的煙氣已經三十二年多了 今天做到這個部隊的看見 其實我講一個良心話 我高,我高興不起來 真的 我是一個清清白白的 煎熬了三十二年 叫我高興 我真的高興不起來 我沒有虧欠世王 我是一個平凡的老闆 一個平凡的生意人 無爲無故呢 報紙 弄成我一個家庭 我的事業完全弄 叫我 叫我 叫我會 叫我會不痛心嗎 講良心話 已經太晚了 我講話 我都講坦白話 太晚了 我已經快七十歲了 太晚了 我希望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 能夠讓我們的司法 的轉型 增添一個非常重要的 進步的動力 現在目前最熱門的 轉型正義裡面 司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好 那我想如果說 我們能夠從這個案件 作為一個破口 正式過去 在那個年代裡面 行求遍地的那個實況 我想司法的轉型 應該是可以期盼 可以期待的 大家看我們的司法改革 進步了什麼 今天這個案件 就是指標案件 司法改革要做的 不僅僅只是電腦 資訊跟人力而已 最重要的是 我們裡面的人 在這個法庭 在這個檢察署裡面的人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內心裡面 到底有沒有改變 只有今天 他們徹底的體悟到 司法會犯錯 我們的制度不完美 我們要更謙卑 握有權力的人 要更謙卑地 去承認自己的錯誤 勇敢地面對錯誤 改變這個錯誤 我們的司法改革 才有成功的一天 我們手邊 都還有很多冤案 像 憲智鴻 現在也是平原在救援的 還有我們手邊的 邱和順 也是台灣 擠壓最久的這些冤案 我們真的都很需要 大家的關注跟幫忙 也需要在法院 在地檢署 在檢察署裡面的檢察官 跟我們一起努力 讓受冤屈的人 早日脫離這個痛苦 心事補償 再怎麼補償 其實也無法補償 被害了他的 失去的人生 對他來講 三十二年的人生 裡面少了很多的東西 他的小孩子的成長 他沒有再跟著他一起成長 他的事業沒有了 他多多長長的 在我看起來 那個司法創傷的壓力 症候 在他身上到現在都沒有好 所以補償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 我覺得 可是我們 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國家 對他所敬的一點最基本 我想就是補償吧 但是我希望大家多關心一點 投入更多的心力 是在於 我們的司法制度 我們的司法系統 為什麼會製造出這麼多的冤案 讓這麼多的人 他們的人生 從此 從彩色變成黑白 甚至還有很多的人 連 從黑白轉為彩色的機會都沒有